GIRLSMOG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大大 我是小妹 我們是香港的圖文作家 因為我是第一次拍拖 我就比較重視這段關係 所以之後 每次跟她約會完 都會畫下我跟她相處 即是 一些時候 生活的細節 或一些故事 久而久之有一天 突然間有靈感 很想開一個屬於我跟她的項目 去記錄一下我跟她之間的一些故事 就創留了這個項目 特別是維繫感情的方法 都是聽她說 她說什麼就做什麼就最好 你覺得 你這樣說是什麼 我也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各位請攻擊她 用你的留言 攻擊這個人 我也是很隨和的 但是 我覺得多溝通 每晚都要聊天 還聊到很晚 是你聊天我 有啊有啊有啊 最近我經常發現 我會做事 因為我染了髮 然後開始 很多頭皮 你本身就多頭皮 不是啊 然後她會看到她的身高 是趕一望中我的頭頂 對 很高地 撫陷著她的頭皮 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不斷幫她 拔走頭皮 因為很大塊 說一個這麼大 可以了 不用形容 不知道應該只有這麼大 因為我眼睛遮住 這是很噁心的趣事 對 然後我就不斷 好像一些女人員 不 人員幫患女觸膝 不斷幫她拔走頭皮 我只要按手機 她會幫她拔走頭皮 沒有的 沒有吵架 其實大家 從來只有一個人被人罵 我被人罵 然後我道歉 多數 看看那件事 誰做錯多一點 多數都是她 不是啊 你鑽石能量鏡 從來不認錯 我有啊 我有認錯過 我今晚又要回去認錯 我現在說完之後 多數都會是看看她 我是看看她會不會流眼淚 她一流眼淚 我就要做什麼 但我很少會流眼淚 你以前會嗎 嗯 現在呢 即是 現在用懶暴力 不理我 不展示我 然後等我屈紅 最心動的是 去年我生日 她突然跟我說 我買了機票和酒店 我和她一起去日本 但好像下個星期出發 還是幾個星期後出發 下星期就出發 對 下星期就出發 然後我說一下很感動的原因 是因為 就是 另一半賺錢又不是說 賺很多 會有很多多餘錢 可以請我去旅行 但她都肯 用她儲那筆錢 去 用在我身上 或者 即是很貼心 有一個時刻 會 即是很想陪著 就是可能她之前 發生了些事被人欺負 在一些 即是跟一班合作者 就發生了這些事 的時候 然後 有一次跟她聊天 會說到 眼淚淚 然後我都會 即是很想跟她一起 喊過這個 時段 時間 共渡時間 很想在這個時候 陪著她 我不是感動的 什麼 這個應該是我感動 不是你感動的 我也感動的 你害怕